8月27日至30日,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应邀访问中国,这是七年来美商务部长首次访华。 雷蒙多访华前夕,有外媒报道称,飞机制造巨头波音所生产的737MAX正准备在数周内恢复对华交付,南方航空60029上海或将接收首架。 自2018年,2019年空难后,737MAX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停飞,新机交付也停滞多年。 巧合的是,8月30日晚,中国国航601111上海,中国东航600115上海均在半年报中表示,计划下半年恢复引进737系列飞机。 这对波音来说,无疑有了盼头。 南航未交付的737MAX超30架。 8月26日,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,中国南方航空准备从波音接收首架737MAX最初的交付预计将在几周内进行。 该消息出现在雷蒙多访华前夕,外界解读为其或将推动737MAX对华交付进程。 自2018年,2019年737MAX8连续发生两起空难之后,印尼、埃塞俄比亚空难, 中国于2019年3月宣布停飞境内11架航司的97架该机型飞机。 与此同时,737MAX的新机交付计划也一度暂停。 两年后的2021年12月,中国迷航局终于重新针对737MAX发布新的试航审定报告, 在监管层面基本扫清了付飞障碍。 不过,此后一年多,仍未有中国内地航司付飞737MAX。 换言之,过去四年中,即使国内航司从波音手上接收该机型, 也未能将之投入运营以获得收入,相关交付一直未有进展。 波音在中国舟山工厂的运作是一个佐证。 2022年8月,舟山波音完工中心首席行政官何国权指出, 交付中心于2018年投入运营,但仅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交付两架飞机。 737MAX停飞以来,中山工厂暂停了实际的飞机完工和交付。 何国权说,直至2023年1月,国内拥有最多该机型的南方航空, 率先实现对737MAX8商业航班付飞,此后国内航司纷纷跟进。 8月30日,波音方面对时代财经表示, 中国737MAX机队中已经有超过95%的飞机恢复的运行。 波音官网显示,截至近年7月末, 中国大陆737MAX订单合计有118架, 其中属于南航未交付的为34架,数量在所有航司中较多。 8月28日,针对737MAX近期是否将交付等问题, 时代财经向南方航空方面核实,截至发稿未获回复。 同日,波音方面对时代财经透露, 公司将继续向中国客户提供支持, 未在时机到来之时向客户交付飞机做好准备。 8月30日,迷航专家林志杰告诉时代财经, 737MAX新飞机交付会逐步恢复常态。 随着国内737MAX恢复运行, 飞机本身的安全性已经得到实际运行的初步验证, 交付新机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。 8月30日晚,中国国航、中国东航公布的2023年半年报显示, 两架航司下半年均有引进737系列飞机的计划。 国航预计下半年接收12架, 东航预计接收两架。 不过两架航司也称, 引进计划可能面临调整, 以实际运营情况为准。 能否助力波音推进订单? 早在8月中下旬, 中国商务部官网曾简短披露, 应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邀请,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8月27日至30日访华。 今年以来,拜登政府已派遣三位政府高层访华。 有外媒报道称, 相比几位前任, 雷蒙多更为务实或带来更多积极影响。 雷蒙多过去也较为关注波音的进展。 2023年2月至3月, 波音先后斩获来自印度、 沙特阿拉伯的历史性民机订单时, 雷蒙多两次在美国商务部官网上对波音表示祝贺, 并称商务部很高兴支持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。 时代财经流易道, 本次与雷蒙多一道参与首日会谈的, 还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。 今年7月, 伯恩斯在其个人社交网站上称, 与波音迷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坦, 迪尔的会晤富有成效, 我们将能确保美国企业在中国能有竞争的机会并取得成功。 从公开信息来看, 过去几个月来, 波音高层在中国多有走动。 7月12日,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宋志勇在京会见波音公司执行副总裁, 波音民机集团总裁兼CEO斯坦·迪尔, 双方就波音在华业务发展和加强中美民航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。 8月24日, 斯坦·迪尔来到厦门拜访老客户厦门航空。 作为此前一直保持全波音机队运营的航司, 沙航在去年9月意外宣布向空客购买40架A320NIO系列飞机。 显然, 这给竞争对手波音增加了不少被动性。 沙航方密向时代财经提供的资料显示, 斯坦·迪尔这次来访, 双方在交流中表达了未来继续互惠互利的意愿。 波音十分珍视与沙航的合作关系, 未来将继续为沙航机队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持。 斯坦·迪尔一行还参观了沙航总部大厦学习室, 回顾了沙航与波音39年来的交流与合作。 此前8月16日, 波音中国正式换帅, 继任者柳青接替谢力嘉于9月1日开始领航波音中国。 柳青生于中国辽宁省, 曾领导波音中国政府关系团队。 考虑到即将退休的谢力嘉任内推动737MAX在中国的付飞, 柳青能否接过重担, 推动波音对华发展新节点, 也正吸引着外界目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